大家好,准备要开春了,那么很多花有的茶花呢,已经准备要开泄,新芽呢,也开始要蒙动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准备着手给茶花用肥了 那么茶花在开春之后用什么肥呢? 其实这个时候的茶花呢,最喜欢这种肥 这种肥啊,就是这个繁肥水了 那么繁肥水的话呢,它是一种偏酸性的肥料 而且里面呢,营养啊,非常的丰富,比较全面 特别是它是一种偏酸性的肥料,比较适合茶花这种特别喜酸的花卉 那么这个繁肥水的话呢,它是如何制作的呢?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简单 就是使用牛酸亚铁,然后羊粪干 再加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芝麻饼肥啊,或者是豆饼肥都可以 然后再加上水,按照1比3比5比100的比例配置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 让它经过充分的发酵腐熟之后呢 就会变成像这种黑绿色的这种液体 那么这样呢,就发酵腐熟好了 这种肥水,我们将内心水按照1比50的比例对水稀释 大概每10天左右给茶花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使用这种繁肥水啊,不仅可以为这个茶花补酸 又能够有效的促进茶花 它的枝叶的生长,可以让它长出了新芽新芝啊 更加的壮实 但是制作这个肥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发酵腐熟时间呢,一定要长 我们至少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特别是在现在刚刚开春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呢 可能要两三个月左右 如果大家觉得制作这个肥水特别费时间 特别麻烦,会担心有异味的话呢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可以给它使用上这个洗酸植物性有机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它不仅营养全面 而且呢,也是专门喂茶花这种洗酸花卉配置的 再加上呢,里面还富含有这个微生物含量 可以加快盆土里面的有机制的分解 使用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将它与清水按照一比五百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 也是大概十天左右,给茶花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有机营养液的话呢 不仅营养全面,而且也没有异味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自己制作这个反肥水 或者是去直接买一些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有机肥水都可以 所以开春之后,茶花它最喜欢的一种肥料呢 就是这个反肥水了 那么大家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肥水比较精细实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